精进的目的是为了对峙懈怠 修行不仅要精进 还要正精进 世民精进 凡夫却因为贪爱色身 追逐五欲 造作恶业 始终受苦流转 有志修行者 依如来教法 以智慧力 精进力行道 用佛法真理 将颠倒错误的支箭行为导正 舍五欲 破五概 断贪嗔痴慢 以邪见等烦恼 必能成就善业 不管出家 在家 只要 我们是 学乎的行者 这个精进 是很重要 我们也听到 人们要当 精进的佛祭 像过去 红山的佛教联详 朱文老法师 他就来提供 这个精进的佛祭 一天 有九季香 九季香 颠后 享受 还拜一千拜 所以这个九季香 后来 大家 哇 抽时间 一直拜会 一直拜会 所以 这就是说 没时间 有海带 所以 精进的 可以来 堵海带 学乎的人 是最重要 要精进 永明 精就是精纯无杂 静就是生静 不懈怠 精进 目的是对质懈怠 修行不仅要精进 而且还要正精进 古德云 一晴天下无难事 夜 金于晴 荒于西 一般人 勇猛心一发 长远心难持 定力目标不难 但要持续落实 就必须要有精进心 和实践力 十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导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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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